五谷区长蓝瑞敏特别出席茂商社区照顾关怀据点16周年庆祝活动 并感谢茂商社区历任理事长、理长及热心志工们的大力支持 协助照顾长辈们让他们就近在自己生活的社区 每天都快乐的交朋友唱歌谈天说地一起活动互相照顾 透过举办各项的活动 让这些长者能够得到一个陪伴一个关怀 那这边已经到今天茂商社区的照顾关怀据点成立了16年 我们很感谢历任的理事长和理长 那这16年来我们社区的长辈呢 大家每天在这个地方上课 我们是做长照2.0也就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下午都要上课 然后中午大家一起共餐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区长特别颁发的感谢状 还有我们理长特别准备的副所双 来感谢我们这些志工妈妈们的辛劳 从96年到现在112年历经了16年 可是我们看到茂商从刚开始成立初期的时候 的比较没有那么的完整 到现在历经了16年来 看到茂商的整个的成长 从茂商祭典少数人的参与 到现在我们每天共参将近50几位的参加 高年松礼市长表示茂商社区照顾关怀 那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我们也特别准备了巴黎的好吃的柚子 分享给每一位的长辈 让他们都能够一起来欢度中秋佳节 七长也很关心我们的长辈 然后我特别邀请了他来参与我们祭典的共餐 这个周年庆也因为中秋佳节即将到来 所以我们也一起举办了中秋佳节的活动 让长辈分享低堂的蛋糕 还有柚子啦 七长也很热情的带来饮料跟叶饼 来跟大家做分享 茂商里长湘明侠也是社区前理事长 他表示关怀据点从96年成立至今不断成长 线下每天服务超过50位长者 这都要感谢志工伙伴们的无私奉献 在这值得庆贺的日子 也特别邀请区长参加 并为志工们颁发感谢状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导